小伙伴们好,我是冷姐 1992年对于李连杰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这一年他脱离家和正式组建自己的郑东电影公司 拍一些真正自己想拍的电影 那个年代香港娱乐圈相当复杂 很多大的电影公司都希望李连杰失败 更别说之前还发生了害人听闻的李连杰经纪人被刺事件 李连杰需要一部电影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于是有了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方世玉》 当年李连杰黄飞红的形象深入人心 走在香港街上,人家都叫李连杰黄师傅 黄飞红这个角色也没有版权 郑东公司开身制作选择黄飞红题材是最保险的 但李连杰不想被定型,又为了保险 于是决定制作类型相近的《方世玉》 李连杰是内地到香港发展,甚至内地演员发展的艰难 因此郑东公司出品的电影一般都喜欢用内地演员 《方世玉》中就有大量的内地演员 一开始和方世玉比赛跑步的附加公子石国涛 还有潘岳明也在电影中打了一个酱油 据说是剧组到潘岳明的学校选小群演,要剃光头 老师就问学生谁愿意去给20块钱 潘岳明就报名了,跑了自龙套 电影也是赵文卓的荧幕首秀 片中的大反派《洛尔多》 李连杰想提携新人 导演袁奎就到北京体育大学武术系选人 赵文卓身形高大,练北方拳为主 现场打了一套通闭拳,袁奎一眼就看中了 袁奎是南方人,很少见到这种拳法 在拍方圣玉时还用上了这套拳法 所以说有传言1992年李连杰霸拍《黄飞鸿2》 当时佳和准备找赵文卓顶替是不可能的 从时间线就队伍上 1991年黄飞鸿2拍摄时 赵文卓还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呢 赵文卓顶替李连杰 其实是发生在《黄飞鸿4王者之风》 当时黄飞鸿4剧组就在方圣玉隔壁 李连杰和徐克关系不错 徐克有一次去方圣玉剧组串门 看上了赵文卓 李连杰也大度的放行 当年赵文卓是公式拍摄《黄飞鸿4》和方圣玉 一个白天拍,一个晚上拍 之后这两部电影都成为赵文卓代表作 赵文卓还讲过一个方圣玉的幕后故事 刚大学毕业的赵文卓很喜欢谈人生理想 到香港一来很少有人听得懂普通话 二来所有人都很现实 多谈工作挣钱,赵文卓很不习惯 剧组跟赵文卓说 你请一天假,剧组就要损失8万块港币 那时赵文卓就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都不敢生病了 一天偏偏吃了生蚝 扒了一晚上的肚子想请假 结果被抬到了片场 赵文卓负责拍摄鞋 动作戏找一身 拍完方圣玉后 李连杰喊提鞋赵文卓 马雪飞龙,闭雪蓝天 都是李连杰亲自担任出品人 把赵文卓当成接班人培养 可惜这两部电影票房均遭遇失利 不过方圣玉1993年上映大获成功 成本2200万港币 全球票房1700万美元左右 其中香港票房3066万港币 只是当年周星驰风投太盛 方圣玉票房西败给了唐伯虎点秋香